- 欢迎来到看地产这一集 so 现在在我旁边这位呢 就是当事人本身了 so 他就是经过了这种上过这种课程 然后去看那种房地产 然后他们讲了他有cashback 然后叫他cashback给他 过后他就讲他帮他cashback 弄他的那个他买下的那些物质 然后去装修 然后又可以收租金 包收租金这样子 so 我们就来让当事人跟你分享一下 这样子的经历到底是什么东西 来 bro 介绍一下 ok 好 我是Lim 然后我是之前有上过很多那种 所谓的什么房产大席啊 那种房地产大师的那些课程 对 然后去上了一开始他的preview 我讲到好像macham yes 很gang这样的哦 ok 然后我弄到我们三个小时后 我愿意付钱去听那个三天的课 就这样的 是这样的 NLP 对 对 他们就是用这种 啊 然后勒 去了那个三天课过后啦 然后就不得了了咯 那边勒 他们就很喜欢找那一些 就是没有买过物质的人 哦 ok ok 什么样子呢 然后过后勒 他就问我们 哎 你想要买物质吗 我让你实现可以有买这个买物质的梦想 又不用钱的 这个这个很勾力 然后啊 这个过后啊 ok 就是他用我们的这个名字 ok 就帮我们去看那些所谓的什么很美很好的地产了 啊 怎样算是美跟很好勒 就我不知道 他们就是讲也是一样就是地点 他们也是一样讲地点美 然后market 然后market value又很好 啊 对 这个是真的 ok ok 我也就陷入这个陷阱了咯 啊 你是完全不知道哪一个地点 我是不知道 他们帮我去安排的 哇 oh my god 然后就是他们就去跟那些发展商 就是去问问问咯 ok ok 然后这就是有一些地方啦 ok 比如说在达曼沙拉那边的 啊达曼沙拉那边吼 他们讲哦 市价可以到这个一百万以上 一百万 啊 他们他们讲市价哈 市价value 对对 那个market value是一百万以上 达曼沙拉而已啊 啊 对 而且我是看那个地 我是看那个地点达曼沙拉 听起来是不错啦 讲真的是不错啦 结果他妈的那个达曼沙拉 不是国大达曼沙拉 也不是什么达曼沙拉 达曼沙拉那一些咯 是达曼沙拉的个比 叫什么苏埃布鲁那种地方 fuck 哇 整个被骗了咯 而且哦 已经给了钱 还是还没有给钱 已经给了钱 然后也签好 全部都好了的 这边是奇怪的地方 因为他当初是跟你讲 不用给钱 买地产不用给钱咯 但是整样是变成你要给他钱 很奇怪的 哦 你是讲这个给钱是吗 ok 其实这个给钱就是收一些 所谓的什么咧 Deposit这样子啊 对对 Deposit一千块两千块三千块 这样罢了我的 okokok 这个是小case 哦 所以只给一个Deposit 然后就给你找房购 找找全部东西 然后塞就要塞你塞 对 而且Deposit是可以拿回的 okok 确实是可以拿回 然后就塞了这个什么 Loan Agreement 然后塞了这个SPA过后 ok就等咯 对 因为他的物质是还没有起好的 okokok 啊 结果嘞 物质一起好了嘞 突然间我去看了那个网站 网站他写这个Market Value 才六百多万 才六百多千左右罢了 六百多千罢了 然后我已经借了一百万的这个 Loan Loan了 哈哈哈 是 Cashback是拿了这个整两三百千 之前那个Agent介绍的嘞 他就跟我讲哦 要用这个Cashback哦 为了让这个我们的 我买的这个房地产可以升值啊 就是讲要做什么Renovation 要做装修啊 然后还有个房啊 所谓的个房 没有 什么事情 嗯 做完哪两千没有装修 没有装修 没有装修你要做 不用租了 没有那个 租不到咯 我现在 你每个月要供那个 对哦 每个月就白白要供那个五千多块咯 所以 就是他的陷阱其实就是啊 那些外面的地产的那些老师的 他们呢就是把这些所谓的地产的 把它炒高价钱了 嗯 啊 其实这一些是不对的 因为你上他的课的时候 你以为他是一个很领评的那个 对 又讲 懒笑的一定对 啊 对 这个是真的 哇 还讲呢 你不要一直在下 你知道吗 可能你也是下个一种种招 因为这种配置啊 现在你们都是一流 睡睡宝BB的 没有人讲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建议啦 现在你们要看房地产哦 最好是看 真正要去看 没有市场价值 而不是哦 市场价值要去炒高它 你们要去找真正的专业人士 而不是去找那一些房产老师了 你们要找就是banker那一些对 真正要找banker ok 因为banker才会 还有那些 价值 价值 价值才会知道这个地点 这个价钱是多少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明白 啊 像你的建议就是 嗯 如果你不是一个很会看地产的人啊 你是个手牌的啊 你最好的那个apply就是 听林讲咯 去找banker咯 banker至少给你一个valuation 可以靠一下啦 但是不能单真啊 就是对 还是要把comment send去 很两个地方啊 啊 而且我还有一个建议啦 ok 这是最comment的 去上网查咯 i property那一些 啊 那种就可以看到所谓的那个 他的value是多少了吗 你看他附近 他的隔壁啊 那是多少钱多少钱 这样就ok了吗 为什么这一间 明明是 明明是500千罢了 为什么隔壁可以去到800千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好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明白 啊 所以这个是也是我建议的 ok banker虽然是一个好的 但是更好的就是 勤劳 对勤劳去查 勤劳去做功课 勤劳去survey 这样子才是对的 才是对的 这个方地产投资 漂亮 对 所以我另外有什么要讲 啊 没有了 就是这样可以 so 谢谢你们看房啊 看地产的这一集 so 我接下来还有更多好玩的东西 so 记得follow 拜拜